跟明明有实力考个全校第一 他却在每次考试中只考个第四名 小刘 你是怎么做到的 一直只有少我一分二分 你这样是想逼分我吗 呵呵 需要我逼你吗 你不看看多少人已经在追上来了 下次考试 我就得把自己的成绩抬高一点了 你们给我一个个听好了 如果敢逼我低 以后有不懂的不要再来问我 小刘我们已经尽力了 你就放心超越我们吧 涛哥 有没有尽力地问嫂子去 我只看你的成绩 寒假里 不要和嫂子轻轻无我 忘记了复习功课的事 对 涛哥 你如果真的尽力了 嫂子怎么会怀孕 你自己马上要做新郎了 好意思说涛哥 回去后婚礼的事情交给家里人 你给我好好复习 小刘你再敲 把我消场了你老四就够不成了 考试结束 学校就准备放假了 吴平涛第一个跑出寝室 他要去京大街苏星 他怀孕了也在坚持上课 果敢也跑去找业余了 他这次考试成绩提升了几个名次 但是果敢的功劳 原成 马上放寒假了 明天上午 我们一起去西单拜访一下贺叔叔吧 我们就是去拜访吧 你没有遇到什么事需要他帮忙吧 纯拜访 没有什么事 你爸的意思很明白 就是要你和我多结交金官 那个贺叔叔挺和气的 我们正好拿着这个成绩单曲 也是给你爸这样脸面的机会 刘大脑在桑念中那里 听到西山区政府的时候 脑子里就立刻闪现出贺杰的脸 这样硬核的关系放着 但现在和自己没关系 他当然要借着原成的名头 早一点跑去露露脸刷一下存在感 贺叔叔好 贺叔叔好 原成 小刘 想到来看看贺叔叔了 小刘 你比原成年纪要小一点吧 今年几岁了 我是60年出生的 户口不上的出生日子是6月20号 因为是被遗弃的 那个日子也不知道对不对 6月20号 那是云哲长女的生日 当时他爱人生下长女的时候 就是在平城的乡下 那时候他岳父母下放在那里 怀疑了爱人去看望父母 谁知道岳母突然病重 爱人留下照顾 耽误了回京生产的时间 是农村的一个接生婆给接生的 你这样年轻就考上清大 真是了不起 后生可畏 后生可畏啊 抱养你的那个阿婆现在还健在吗 那时候肯接受一个孩子抚养 也是不容易的事 看你现在非常健壮 小时候应该也很好养吧 农村的孩子哪里有什么金贵 还不都是你里谁里滚大的 我董事期好像就没有生过病 也没有听我阿婆提过小时候生病的事 一对小金镯子 拿出去你这舅舅够面子吗 金镯子 太贵重了吧 需要多少钱 我回去以后就给你 我帮你准备的 说什么钱不钱的 到时候不要说穿帮就好 这样不好吧 滚 会不会说人话啊 在学校里有没有发现适合结婚的对象 你不要把眼睛放在一个地方 七八戒里面年轻女孩多一点 肯定有适合你的 暂时不考虑 应付方茜我就烦死了 亏她还好意思在学校里来找我 哭哭啼啼的 好像我上了她又抛弃了她似的 方茜还在纠缠你吗 为什么不告诉我 一个礼拜最起码找来寝室两次三次 我只能躲到图书馆去复习功课 现在她又追到了图书馆 弄得同学以为我就是个复兴汉 我又不能把真实内情告诉别人 那会让方茜丢脸 挨女人真是个麻烦 这个女人不能留在你身边 这次回去你把事情老老实实告诉校哥 让肖叔叔找个理由让方茜结束大学的学业 提前回单位上班 华教官您好 您好 请问我不在的时候 有收到过我的信件吗 华教官 一年前有过您的信 啊 请问我不在的时候 有收到过我的信件吗 华教官 一年前有过您的信 因为您出任我 上面交代凡是您的信件一律退回 是谁交代把我的信件退回去的 华教官 难道不是您亲自交代的吗 你们这里所有的信件都有记录 退回去的记录肯定也有 请帮我查查 总共退回去几封信具体时间 还有 写信人的地址是哪里 您稍微等一下我马上帮您查找 我们都有记录的 就从七七年十月份开始查找 半个小时后 你们为什么要土改 什么土改 这肯定不是我土改的 大概是写错了吧 他的伤没有影响到他的智商 门外的神情已经说明了问题 那三个土改过的地方 应该就是他画子兰的名字 和留大脑机信的地址和日期 谢谢你 不要和任何人提起 我今天来查问的是 华教官实在是对不起 我不会和任何人提今天的事 还有 我记得下命令把您的信件全部退回的 是一张盖了公章的纸 那张纸什么时候到我们警务事的 我不知道 徐滩两个班的人是不是会知道 要不要我问一下 两个人心里都有自己的猜测 到底是谁 要欺瞒住这件事 画子兰心里发苦 反正他已经结婚有了孩子 就算是查清楚了又有什么意思呢 谢谢你 不用问了 那段时间我经常出任务 可能是领导担心谢密财下的指示 看着曾经让他热血沸腾的军营 他一心阑珊 想到他答应局长 把他的档案带回去 他往档案室走去 画子兰明白 局长没有拿到自己的档案 总觉得他随时会离开 子兰 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到我办公室做一会吧 我们好久没有见面了 自从孟凡表白被画子兰拒绝 画子兰就一直尽量地避开两个人见面 谁知道孟凡竟然去他爸面前求婚 让华子兰很生气 抱歉 孟首长 我要去拿我的档案 局里有事 我马上要赶回去 孟凡看着画子兰冷冷地小脸 面无表情地回绝了他的邀请 心情极其复杂 甚至有怒意 当然可以啊 以后叔叔放假不回老家时 就接你来这里玩 世兰姐姐小红刚刚来京城 作为差班生 她在老家学的比京城落后很多 必须趁着寒假给她补课 要不然到了下学期 她学起来会很失利 这不是孩子的问题 是地区教育水平差别太大造成的原因 我只能帮她拿出一个复习大纲 辅导她一个礼拜就要回老家 后面就要你帮她辅导了 你不要心急小红很聪明 最重要的是提高她的学习积极性 掌握准确的学习方法 刘大脑安排唐红做作业的时候 把潘士兰叫到旁边嘱咐了一遍 等刘大脑要回家的隔天 唐主生才开着汽车来接老婆儿子 看到刘大脑的房子她愣了很久 她已经打听过石刹海这地方 知道这里的房子 不是一般人能够买得到的 现在看到面前的灰红 充满贵气的高大建筑 还是让她失了神 楚生 我是看着小刘一点点的改变成长 很多地方我也看不到她 但是 这个孩子懂得感恩 你对她付出十分真心 她会给你十二分的回报 在京城遇到是和她多商量 多听她的建议和意见 她的见识和能力 远超过你 甚至我 楚生哥快进来走 有没有打听到华子兰的消息 哥 我正想和你说这件事 我问过政治部主任 有华子兰这个女病 只是不知道什么原因 她的档案是SSSS加密 除了团长 谁也不知道她的工作内容和性质 等我站稳脚跟 找机会和团长打听一下 或许能告诉我一些她的信息 谢谢楚生哥 只要问清楚她是安全的就好 你如果有机会看见她 就告诉她一声 我现在在清大 让她有空来找我 麻烦楚生哥了 留大脑帮唐红买了 一杯学习用品和衣服 大人她就没有买任何东西 表面看起来唐楚生的收入高 她只是一个学生 适可而止 是留大脑做事的原则 留大脑回家 直接湿到的小 回家躺床上养着 婆 你摔跤了为什么不告诉我 可以拍电报告诉我 我请假回来陪你的呀 小刘别担心 阿婆没事 是阿婆自己不小心 不要怪你大姐 去医院看过上了石刀 医生说了伤筋动骨一百天 阿婆年纪大 耐心养着慢慢就好了 摔了多长时间了 一个月多一点了 家里钱够用吧 有没有借钱 如果欠人钱 我马上去还清 这些事情都是你大姐在管 我问她也不肯告诉我实话 还是你自己去问她吧 我去让大姐蒸小笼包 阿婆你先歇一回 我还买了京城的烤鸭 等一会我们一起吃 大姐 是不是因为阿婆看病 家里没钱过年了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面对留大脑的询问 毕灵不吭声垂头无言 大姐 你怎么了 是遇到什么困难了吗 我是你弟弟可以告诉我呀 吃好饭 见大姐去了自己房间 留大脑在家里转了一圈 发现家里厨房的里里外外 空空荡荡什么也没有 最不可思议的是 猪圈里猪粪还在却没有了猪 看着伤心哭泣的大姐 留大脑不知道话该从何问起 阿婆 我回自己家里睡觉 明天来和你一起过年 她提了一只烤鸭两条香烟 推着自行车准备出门前 毕灵小心翼翼地走出房间 大姐 我放在这里的东西 你保管好了 明天我再来 家里过年缺的 我会买回来 毕灵欲言又止 看着弟弟神情不悦地出门 想喊她却没有出口 爷 小刘你回来了 没吃晚饭吧 给你下碗面条吧 秀真神不用麻烦了 晚饭已经在我大姐家吃过了 这是我带回家的京城烤鸭 你们尝尝 每次来都带那么多东西 你自己都还在上学 用钱的地方多呢 不多就是一点心意 石蓝姐姐和小红 还有楚生哥 他们在京城都很好 让我带口气 你们让你们放心 这是石蓝姐姐和楚生哥给你们的 让你们喜欢什么自己买 京城的东西比较贵 他们也体验我回家拿着不方便 有心了 我有话和你单独聊 石蓝哥 我不是来追究什么的 只是我看着家里的情况 实在是不明白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我大姐闭口不言 我只能来问你了 事情起因还是灵灵和周平良 我以你的意思 常理辞了你大姐的工作 关照她照顾好盘阿婆 家里的生活费会给他们 唐主任也亲自找周平良谈了话 警告过她 她当时也答应和灵灵断绝关系 可是你大姐没有肯听我们的劝 她不上班了 有更多的时间去照顾周平良的老婆 周平良倒是没有再来你大姐家 可她的两个孩子隔三差五的来 你大姐和潘阿婆好吃好喝的待他们 一个月前 不知道为了啥事 那个小男孩把潘阿婆推倒了 我阿婆摔跤是那个小宝推的 我们送潘阿婆去医院的时候 她哭得很伤心 说两个胃不熟的白眼了 吃了还要拿 把她放在枕头下面的钱也偷拿了去 拿钱 是我阿婆亲眼看见了 还是她少了钱菜的 就是亲眼看见 她去抢回来 结果那孩子就推了盼阿婆 世风哥 家里这些事麻烦你吗 我还有事不明白 为什么我大姐家里米团里没米 猪圈里没了没猪 家里过年该有的东西一点也没有 今年生产队没有分鱼肉吗 稍等 接个电话 有大脑啊 你快看看我是不是领到A960PO了 那大概明天就到货了 你挂挂机把其他的也拿下 她阿婆住院的时候 玲玲她陪在医院里面 周平良却是有你大姐家的钥匙 村里人看见她近近处出过几次 有人问她 她就说是玲玲 让她来拿些东西送去医院 你也知道 她既然有钥匙 谁会多管闲事的去查看 就是说我大姐家里凡事吃的 都是周平良拿走的 难道玲玲家里的粮食都没有了 就是山芋土豆也没有了 米团也快见底 猪可能是我大姐卖了吧 那为什么我们问玲玲 她一直说没有少东西呢 猪肯定不是卖掉的 她阿婆住院后 玲玲特意把小瓶叫去帮忙喂猪 割猪草的 世风哥 这些是村里人应该都是看见了的吧 怎么就没有人去拦住她 难道潘家湾那么多人 就看着她欺负一个女人和老人 小刘 我们几次听见草闹就去问玲玲 要不要帮她 可每次我们过去 他们两个人都说没事 你大姐不肯说实话 我们能怎么办 没事 家里被人搬空也算是没事 世风哥 我没有责怪你们的意思 清关难断家务事 既然我大姐没有请求你们帮忙 想来她有自己的想法 我只是要了解清楚事情的真相 才知道该怎么解决 年三十 刘大脑叫来李浩鸣前锋和石铁柱 来到供销社副饰品商店 小刘 你怎么买了那么多东西 要请客吗 我阿婆今年八十大寿 没时间给她办寿宴了 就想着给村里的邻居和亲朋好友 发一份点心聊表心意 哦 还可以这样办寿啊 说道理的人家肯定很开心 这些东西平常人家 很少使得买来吃的吧 小刘你又花大钱了 阿婆八十岁是大喜事 花一点钱应该的 刘大脑没有看见花贵兰 心里有些失落 本来打算问一下子兰情况的 走的时候还是有些不甘心 问柜台里面的营业员 花姨怎么没有来上班 她春节休息几天 怀疑今年去京城过年了 可能要过了正月十五元宵节才来上班 姑姑 你什么时候倒也不提前告诉我一声 我可以安排好工作去接你啊 哈哈 子兰 姑姑知道你们一个个工作都忙 就没有惊动你们 再说 不凡和不回两个跟在我身边 还怕姑姑走就不成 孟凡你来我家做什么 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 你这孩子怎么说话的 孟凡是来给我们拜年的 现在已经拜过了吧 请你马上离开我的家 我不想见到你 对不起子兰 我这就走 子兰 孟凡她只是真心喜欢你 有什么错 你不要再咄咄逼人好不好 你不喜欢她可以 但不能羞辱孟凡 子兰 爸妈不会再劝你嫁给谁 孟凡就是来到葛建 你不要再任性 感情的事没有得错 你不要怪孟凡 有什么错 她一个高职军官 就算是没有谈过对象 难道不知道男女之间 已经有了肌肤至亲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吗 放你的狗屁 三十岁的人 有脸说自己年轻 还用词不当 你就是狼子野心 你这不是 想无了我家子兰的名誉 让你捡便宜 做你的春秋大貌 署长 我是真心喜欢子兰 我们已经有了肌肤至亲 请您把她嫁给我 我一定会好好地珍惜她 爱护她 华国心想到当初 孟凡和她说这些话时 孟凡脸上的神色复杂 有尴尬 惭愧 难为情和歉意 那时候华子兰还在昏迷中 他们夫妻心疼女儿 见好不容易死里 逃生活下来的女儿 他们舍不得去责怪 醒过来了 也想不到去仔细询问 谁会想到 孟凡会和他们玩弄心机 假的只要女儿 自己喜欢就好 毕竟她的命 还是孟凡救的 夫妻俩商量来商量去 把决定权交给女儿 所以 没有一口硬下来 也没有拒绝 好一个白眼狼 算计到老子头上来了 屋里一瞬间 安静的可怕 所有的眼睛都看着华国心 孟凡 谢谢你救了我女儿 不用谢 当时我不救 其他战友也会救的 你总算是说了一句大实话 这件事我们就到此为止 我可以暂时不追究你的问题 以后 我们谁也不要再提 希望外界没有 对子兰不利的传言 孟凡 你做得到吗 谢谢首长的宽宏大量 首长的教导 孟凡谨记在心 回去吧 把小心思都收回去 不要在工作中出错了 哥 你就这样放过他吗 你对得起子兰吗 子兰 谅解爸 爸在这个位置上 不能随心所欲的 做一些出格的事 你明白吗 放心 爸最疼爱的肯定是你 相信爸 好吗 爸 我相信您 子兰 你这孩子 就是心太软 以后容易吃亏知道吗 我阿婆今年八十大寿 但我不在家 也没有办法给他老人家 办清和寿宴 我就想给村里人发一份礼 也算是我作为孙子的一份心意 小刘你这样的礼太重了 不重 我和阿婆平时没少麻烦你们 阿婆八十岁了 小刘对不起 我 我忘记了 我已经都准备好了 大姐这两天就辛苦你了 小刘我和前锋先回去 队里还要值班 你们快走吧 小刘这里有我呢 刘大脑指派尸体柱帮忙 请潘兽根和潘世锋一起 把糕点礼品一份份搭配包扎好 然后一家家的送到村里的邻居家 趁着这个空 把大姐喊到她的房间 没有隐藏自己的心情 脸色冷了下来 小刘你有事吗 我要去烧饭了 大姐逃得过今天还有明天 你真的不想和我说说 你和周平良的事吗 姐 逃得过今天还有明天 你真的不想和我说说 你和周平良的事吗 大脑我和她已经断了 真的 断了 我走的时候是怎么提醒你的 你又是怎么做的 人家女人找男人 是为了找个依靠 你呢 好了伤疤忘了疼 竟给自己找麻烦 王明勇还没有把你打醒 我告诉过你 那周平良就是个渣男 赶紧离开他 你去让他们一家人上门来作见 还连累阿婆受伤 你对得起他吗 我 家里吃的全部被他拿走 你为什么不去讨药回来 你准备为了一个臭男人 让阿婆和你一起 过回以前被人遭见的苦日子吗 我 我不知道他会做得这么绝 没有想到他会趁着 我和阿婆在医院里的时候 来家里拿东西 你不知道他会来拿东西 你一个独身女人的家里 他一个男人为什么会有要事 不是你自己做见自己 心甘情愿地被他们一家人欺辱 他敢大摇大摆的 把你家里能吃的东西全部搬走 早知道你这样扶不上墙 我就不该让你去上班 赚钱给了别人花 弄得阿婆也差一点被你害死 大脑你不能这样说我 阿婆受伤我也难受 我以为周平良是个好男人 是可以托付终身的人 谁知道他的心会那么黑啊 你是我弟弟 怎么可以这样骂我 别人在背后怎么讲我的舌根 我可以当他们放屁 可你不行 你可是我从小把你带大的 留大脑无言一对 大姐的弱诺是在骨子里 在外人面前她没有自信 遇事能逃避就逃避 哭什么哭 大姐你带大我的情 我一直记着 也已经还给你了 不要再拿小时候的事 来谈我们的情分 我最后问你一次 你和周平良彻底断了 断了 真的断了 大脑 他就是个没良心的狗东西 根本没有想和我结婚 嫌弃我是离婚的女人 我在他家里看见过一个 外地来投奔他的小姑娘 他刚开始说是远房亲戚 谁知道 他老婆还没有死 两个人就已经睡在了一起 弄到最后自己大姐白贴了那么多 还是被甩的那一杯啊 由大脑恨不得大瓜子扇上去 把他打醒了 大脑我已经后悔了 真的 要是是小宝偷偷拿去的 他拿走那么多东西我也心疼 可他威胁我 如果我敢告诉你和村里人 他就出去败坏我的名声 大姐 我问你一句话 你现在恨周平良这样对你吗 你想报复他吗 我恨他 但不希望他倒霉 大姐的愚昧和蠢盾 一时三刻是改变不了的了 刘大脑也算是明白了 大姐的个性懦弱没主见 遇到个好男人就是个贤妻良母 遇到像王明勇 周平良这样的 就等着被念 刘大脑怒气不争 又无可奈何 他终于死了想改变大姐的心 唐伯伯 许业我来了 阿鸭小刘 你总算是来了 正好陪我喝一杯 今天中午去我家吃饭 下午我就要回城 后面可能就没有时间来单独看你们了 唐伯伯 讨鸭和香烟是我孝敬您和许仪的 这钱是储生根让我带给你们的 让你们喜欢吃什么自己买 好我们收拾一下就去 吃饭前肯定到 你有事就先去忙 唐伯伯 周平良欺人太甚 我准备下手惩罚他了 您不会怪我吧 记着 不要脏了你的手 你不用为了一个肮脏的东西 影响自己的前途 想怎么惩罚他 唐伯伯来给你出这口恶气 唐伯伯 有些方面就必须我自己来 否则我这气出不了 您放心 我不会把自己的前途 毁在那样的货色身上 有你这句话我心里就安心了 这是 有需要唐伯伯帮忙的地方 阿婆怎么办啊 现在大脑肯定恨死我了 以后他会不会不再管我吗 阿婆 您帮我在大脑那说说好话吧 我以后一定都听他的 灵灵 阿婆也有错 只想让你过得开心一点 那个畜生伪装得太好了 把阿婆也骗过去了 哎 放心吧 小刘也是舍不得我们受委屈 说话重了一点 他心善 你就服个人 千万不要记恨他说过的话 阿婆 大脑他现在根本不把我当姐姐 说话就像刀往我心里扎 他变了 我再是以前的大脑了 你糊涂啊 灵灵 小刘如果还像以前一样 我们有现在这样的好日子吗 谁帮你盖的新房子 你忘记了 他不强一点 怎么护得住你和他自己 小刘说的话是难听 但他说错了吗 你不去恨那个伤了你的畜生 反而计较自己弟弟的态度 他阿婆自己心里对刘大脑有埋怨 但他不能让灵灵有这样的想法 孙女以后还是要依靠小刘的 这些他比喻灵探的明白 堂七正夫妻到的时候 午饭已经全部准备好 桌上的菜非常丰盛 他阿婆 是我师侄 竟然忘记您老已经八十大寿了 这里面有五十块钱 是大队和生产队给您的寿礼 您是我们大队的老寿星 您可要健健康康长命百岁 看着小刘成家里也结婚生子 阿婆 谢谢您当初抱养了我 我才有今天 我祝您身体康健 福泽绵延 她身体没有康复 喝了一些鱼汤 就让刘大脑抱她到床上歇下了 小刘 阿婆现在活着的每一天 都是你给我的 阿婆心里记着你的每一点好 阿婆 对您好是我应该做的事 好孩子 哪一天阿婆走了 玲玲就是你唯一的亲人 不管她做错了什么 你是她弟弟肚量大一点 要原谅她好吗 阿婆您放心 您和大姐都是我的亲人 我当然会对你们好 您安心把身体养好 您会长病百岁 陪着我和大姐的 我家小刘长大了 遇事也有了主见 以后阿婆和你大姐 就要靠你多操心了 那是当然 有我在 阿婆和大姐啥也不用操心 想到原成关教的话 觉得这样的气氛适合问一些事 她随机话锋一转 阿婆我一直想问你 当初您是怎么捡到我的 知道我是被谁家抛弃的吗 知道我的生生父母 他们现在还活着吗 哎 那时候生了养不起的人家很多 阿婆也是和你有缘分 才恰巧看见你 见你可怜就抱回了家 要是知道你父母家在哪里 肯定会让你去认祖归宗了 是啊 如果我父母想认我 他们是知道把我丢在这里的 肯定也会找过来的 他们是真的不想要我了 阿婆你休息吧 没事我就出去陪大家吃饭了 刘大脑心里是失望的 为什么就不肯告诉他 是怎么来到这里呢 为什么就不肯告诉他 灶台下面的秘密呢 吃完饭 刘大脑和石铁柱回到小楼下 今天是除夕 你必须回家和家里人过 我就不留你了 小刘你一个人太冷静了 去我家过年吧 我们认囊认囊 滚 你们小夫妻恩爱爱 我去当电灯泡吗 石铁柱离去后 刘大脑去自己房间 撬开地洞上面的地板 里面排列着四口棺材 装满了金银珠宝 古董饰品唐三彩青花瓷 他认识的叫得出名字的不多 朝代也有待考证 但他只要走近 就能够感受到 里面传出来的神秘力量 拿了师父唐代的话 小心翼翼地放进包里 到时代去惊世 如果阿婆肯告诉他这笔藏宝 他就会和阿婆坦诚 自己已经拿走的事实 知道阿婆比较偏爱大姐 他不介意把这些财宝 和大姐一起分配享用 可等到现在 阿婆还是手口如瓶 看看时间七点半 想到在行侦队值班的李浩铭 骑上自行车就出了门 我留有事要我去吧 萧哥他现在忙着儿子庆生的事 我就先找上你了 什么事 你一句话多难都给你解决了 帮我处理一个王八蛋 哪个混账东西又惹到你了 瞎了眼吗 在他们几个人的认知度里 刘大脑从来不是惹尸的人 让他要出手收拾的 肯定不会是好东西 虽然是家丑不可外扬 但刘大脑还是把可以说的 应该说明白的地方 都和李浩铭说了 浩铭 我就是要让那个畜生 受到该受的惩罚 在监牢里面待上几年 离大姐那么善良的一个好女人 竟然遇到那样的畜生 简直欺人太甚 必须给他一些苦头吃吃 大姐确实温柔善良 就一直没有遇到好男人 在周平良这个男人身上 他也有错 所以说 说话是一种艺术 刘大脑避开了他大姐做错的地方 只是把周平良的恶劣说得清清楚楚 谁让那个蠢女人是自己大姐啊 他就要惩罚周平良 也想要护住大姐的颜面 大年初一 刘大脑拿着准备好的礼品 去了萧展家 哎呀 小刘来了 萧伯伯新年好 萧伯母 丁阿婆新年好 小刘新年好 到阿婆这来 丁阿婆的脸色红润 她的笑容越来越开朗次祥 看得出文娟和萧展父母 把她照顾得很好 想到只能躺在床上过年的叛阿婆 刘大脑心里说不出的遗憾 小刘 小刘 哈哈 我就说你怎么可能 忍得住到年初六再来啊 萧哥 在儿子面前稳重一点 别把我折叫坏了 刘大脑见过文娟 就和萧展一起到了楼上 萧哥你现在幸福吗 小刘 幸好当初你干脆利落 帮我解决了前面的麻烦事 否则 我到现在恐怕还活在 自欺欺人的一个骗局里 自己痛苦 连累家里人跟着受罪 文娟她真的很好 那就珍惜她 珍惜自己现在的幸福 不管以后你到了哪个位置 都不要忘记现在这样 幸福的感觉 我现在有嫌弃 又给我生了儿子 人生算是圆满了 如果再有一个女儿 就更加理想了 萧哥 家庭幸福了 不能忘记工作上要更进一步 我们人生犹如溺水行舟 不进则退 你现在年轻 握有一手好牌 必须充分利用好现成的资源 给你的仕途助一把力 温柔香 英雄种 老话不是没有道理的 现在你家里有文娟替你照顾 趁着年轻 人脉还在的时候 必须继续努力 萧展愣了一下 她才惊觉到 自己习惯待在温柔香了 差一点忘记了身上担负的责任 小刘大学毕业 必将走上仕途 她需要助力 我明白 我生了儿子 就给军区首长报过期了 他也告诫过我 国家形势在快速发展 他要我抓住机遇继续努力 不能懈怠 萧哥 有浩明做你的左膀右臂就足够了 你把铁柱 前锋 李军 萧剑他们放出去锻炼锻炼 给他们争取一个更大的发展空间 以后 他们就都是你的助力 不是说兄弟应该抱团发展吗 你把他们放到下面去锻炼 位置暂时不一定要多高 但手里得有实权 大家一步步往上走 相互呼应 守望相助 这不就是抱团吗 全部圈在一个行侦队 你的助力 就只有这一亩三分地 看看胜利 他现在不是能够独当一面了吗 萧展恍然大悟 你的意思我明白了 最近 下面派出所非常缺人 我找机会一个个地把他们扔出去 这些个东西不管扔在哪 都是铁蒸蒸的汉子 能干出一番事业来 工作能力 横横 绝对不输任何人 最后 刘大脑说到了他大姐的事 和萧展 他就不用遮遮掩掩 那狗东西死皮了也不说 就是气我大姐性子软弱 要面子不敢和他闹 越来越得寸进食 这个人不解决 对我大姐终究是个隐患 我在外面读书也不放心 这狗日的竟然敢欺负你大姐 他想作死啊 你说 我们怎么收拾他 我想以偷盗的罪名逮捕他 和你攻检罚的几个领导打个招呼 多判他几年 狗日的 敢气到我们头上 判他吃老饭 一点也不冤枉了他 这事 你怎么安排 我这里无条件配合你 萧哥你知道吗 这狗东西最恶劣的是 吃着碗里看着锅里 现在他家里还住着 一个外地的年轻姑娘 你说他嚣张吗 本来我还有顾忌 他有一个十岁的女儿 一个七岁的儿子 他坐牢了两个孩子怎么办 现在正好 我已经让大队干部在年初四 等公社名正办上班后 在周平良和那个女人 马上去登记结婚 你初六给孩子办过 双满月酒宴后 初七上班就把他给我逮了 我是初八的火车 呵呵 回京城前 正好还有时间去问候问候他 这个办法好啊 周平良吃官司 那个女人就必须留下来 给他养儿养女 吃了饭 刘大脑准备回去 文娟突然追了出来 小刘你等等 有件事我差一点忘记告诉你了 啥事 看你紧张的 就是你暑假回京城的两天后 有一个女孩子来找过你 长得很漂亮 刘大脑的心动的一声 他在平城认识的女孩子不多 除了苏青就是叶宇和沈静 还有就是华子兰 苏青和叶宇排除 沈静 文娟是认识的 他说什么了吗 我告诉他你不在家 问他找你有啥事 可他站了一会 说没事 就走了 我看他好像心情不好 就没有追出去问他的名字 不过 他个子高了我一个头 你告诉他我在京城清大上学吗 没有 我难得看见这么一个漂亮的女孩 忘记说了 刘大脑直愣愣地看着文娟 心里说不出顿顿的痛 华子兰来找过他 给他开门的文娟 当时的他已经怀孕几个月 天天华子兰什么也没有问 文娟什么也没有说 两世闻人的他顿时明白 当初的华子兰会怎么想 肖展听明白了 这是你怎么没有告诉我 抱歉 我忘记说了 当时 我应该追上去告诉他你在京城 没关系 肖哥 来的女孩应该是华子兰 他现在肯定也在京城 我们 总归有机会见面的 他不希望自己的事 弄得肖展和文娟心里不愉快 文娟看着远去的刘大脑 有些惶恐 这个华子兰和小刘是什么关系 是不是对小刘很重要 没事 小刘有办法找到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